约了几个芋头脑袋来家里吃饭 准备做一盆芋头宴来招待他们 其实我今天是准备去挖新鲜芋头的 刚好家附近就芋头地 但是没想到现在牙根就不是芋头的季节 还没有手指大 只能用现成的咯 这么多一盆应该够吃了吧 第一个来煮最近非常火的芋泥香酥鸭 烤鸭四层小块 芋泥压饼擀平铺上烤鸭 刷上蛋黄液裹上面包糠 等油温升高就可以直接下锅炸 切开的时候真的好诱人 芋泥的香味怎么能跟烤鸭这么大 第二道来做个芋泥蛋挞 倒入蛋挞液送入烤箱 看看这软嫩的蛋挞心 第三道来个芋泥紫米桩 和猎乳一起搅拌一下 像我这样按水许一层一层铺好就可以了 这么冷天气肯定要来个冰品啊 道路比较稀的芋泥真的贼丝滑 我还准备了很多小料 是不是很好看 全部做好了 人也到齐了 准备开饭 先用一份冰凉浓郁的芋泥冰开场 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大家对这个芋泥厌真的是赞不绝口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